北京时间9月11日凌晨,一场足球热身赛将打响,国足客场挑战巴林,在一场领导一布迪塔塔尔青年军之后,球队上上下下受到了不小的质疑,这个也在意料之中。 不管什么理由,一帮成年人输给一帮小孩,怎么着也输不过去,从这点上看,对战巴林,已经输不起了,再输的话,国足还能有关注度吗? 事实上,输给塔塔尔的当天,国清又19也输球了,又21也被对手被逼平了。 换句话说,同一天之内,三支不同的国家队都没能赢球,真是让球迷有些失望吧。 那么,进阶着一个问题来了,中国足球属于亚洲脊柳,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球迷的热议。 有球迷说,二流真是有点高了,近日,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U19国清主教练,全国脚陈耀东表示,我们整个中国足球的水平,在亚洲其实还是属于二流,甚至在二流的后面。 PS,此前,程耀东曾带领球队拿到了熊猫被冠军,而且击败了英格兰,乌拉圭等强敌,以时间让球迷很是欣慰。 但在近日的曼谷赛中,球队成绩很不理想,而关于中国足球属于亚洲几流这个问题,引发了热议,讨论量很高,三流现在都打不过,还二流,怕是你对亚洲二流有所误会。 二流的队伍,有一个算一个,能踢过谁,不拔不比,三流往四流再滑,从评论来看,不少球迷认为,中国足球是在二流往下,的,个人认为,国足规到亚洲三流比较合适和实际,一流的是日本,韩国,这两支球队都连续多届,刹入到了世界杯决赛选,且在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表现不错。 二流的为澳大利亚,伊朗,沙特,三流的为乌兹别克斯坦,阿远球,伊拉克等,甚至,这样的归类,还有点台高国足的意思。 十一月凌晨的对手巴林队最近几年成绩都不好,实力严重下滑,国际排名第一百一十三,亚洲排名第二十,说是亚洲三流球队很合适。 根据非非官方统计,中国队与巴林国际A集赛交锋六次,中国队三胜三平保持不败。 在这种情况下,国足能否延续着这一记录呢?如果不能,报了输给了三流球队巴林,恐怕真的就成为了四流球队。 你说呢?